今天呢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自动浇水系统 这个就是自动的 有贵的有便宜的 这个呢它就有一个下雨的sensor在这里 如果下雨它就不会浇 可以浇 这个就是它下雨的sensor 然后你可以叫 这个是开始多少点十二点 每天十二点 每一次交一分钟 然后这个是每六个小时交一次 所以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六四二十四个每天交四次 每一天就交一分钟 每一次交一分钟就交四分钟 嗯 这两个也一样的 因为呢我的自动浇水系统呢有两种 好 这一种呢就是这种 这一种哦 这是上面设下来的 因为种太多 因为种太多 种太多 没有时间去讲话 需要继续不同 所以现在这种都要吧 这里到这里都是 然后万年 中的 中的 来 中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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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种呢 关掉 第二种呢就是插在垫下 但是可以建设上来或者是旁边这里也是开门 就是两种 全部盆摆下面的都是有 里面全都是有 这些工作非常好 又要用自动交水也是一样 设定也是 在 中间的东西 每次一分钟 这样就是我刚刚很远 这里就有 这东西好设 那对面也是有 这里面路上来 从上面这里全部都有装 但是这个呢就没有装自动交水 只是装上去 全部都是 哎呀 装上去到这里上面全部都是 装到这里 它就 加一套水埗 screwdriver 这些还不容易 口 дог 没有吓意的话 直接 买这个水埗 放一 Tube Heh 伊 更熟 最新鲜 毛巾 放在这里的水喉就好 從這裡擺開一趟 水放上去 開水 上面它就會自動澆水 如果不得空的話呢 通常開賽的話呢 就放這裡給它 我就直接去跑步一個鐘頭回來才關 這樣就確定那些植物不會幹 好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